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使徒保罗上罗马去的那段奇异的经历 所受的试炼 所得的荣耀 真是信徒走信心道路的一个好模型 那其中最宝贵的教训就是 在我们所到的一切困难狭窄的地方 都有你特殊的办法和预备 保罗因为在大马瑟宣传你 犹太人商议要杀他 那时候天上并没有在火焰雷电中降下战车战马 把这位大使徒从仇敌势力范围里面护送出去 他是用筐子从城墙上坠下去的 主啊 您的仆人竟是这样灰头土脸地被丢下去 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被吓在尖里 看见他怎样被轻有遗弃 怎样受到残酷可耻的鞭打 就是在你应允拯救他之后 我们还看见他被留在波涛汹涌的海中 最后拯救来了 可是天上并没有大船飞下来 把这位尊贵的囚犯接出去 也没有天使在水面上平静怒涛 船上的人 有的抓住桅杆 有的抓住木板 有的攀住破船的碎片 有的跳下水去游泳 才能得救上岸 主 这就是你对待我们的方法 许多时候 你的允许并不是立刻把我们 从试炼中提出来 因为你知道 经过试炼之后 我们的信心 会变成静静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